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最有型的 残障拆弹专家 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因为一个意外 对他的那个身体创造了一个缺陷 春成峰这个角色是能够完成 甚至乎我的训练的场面 都是在我受伤之后 服务那方面都是做那类型的动作 我们导演也是一个从小就肯定有状况的 有些动作我在戏里面跳跨越一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学习导演的平常行为 因为我自己接触残障的朋友是几多的 其实很多很多疑知的朋友 如果不穿短裤或者他不告诉你 可能你根本不知道 走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看出来不明是下楼一定看出来 我觉得在形体上 不需要太大的改变 除了我远 没有人有资格说我不可以 但是心理就要有一种不同的处理 我支持 我是永远positive 是的 所以好像不用去到 是猛诊 猛诊 猛诊 设计是给了刘德华的角色里面 真正的细节是如何 全部都要做一些很详细的资料搜集 我们搜集了很多种疑知 根据潘成峰这个角色的不同阶段 选择了四种符合要求的疑知 最后是根据刘德华的体型 和角色的需求再进行定制的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缺口 那么努力了还得不到认同 你受伤就可以回去 我受伤就不行 我为自己争取而已 我错什么了 我错哪儿了 那么这个戏就是在这里 讲一件这样的事 那么希望他慢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慢 他快的时候大家就快 那么就会好好的感受到 整个人的呼吸 唯一的方法 现场你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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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